大家好 看到這個標題大家都知道 我也來跟阿楓玩玩和美國有關的事 但很遺憾地我真的對美國的政治和歷史是一竅不通的 這影片只順著遊戲國策玩玩玩玩玩的 所以等一會有什麼事和你覺得是呼應現實的話 就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說實話,其實我真的從《鋼鐵紅心2》到現在第四集都未玩過美國 因為覺得美國實在太強了 又要看著海那麼久,就真的沒什麼忍 但今次玩過之後,也有多少的改觀 由於一開始我是不會走這個螺絲覆線的關係 所以要先選其他國策 然後等到總統大選的時候,才選另一個總統 途中也有多少這些事件的決議是影響參眾兩院的支持度 然後就要視乎支持度,才可以按到若干國策和決定 其實我覺得這個系統是挺好的,但整出來也挺浪費 因為明明這麼多民主國家,但它就只做了給美國 令一般的民主國家真的玩來都沒什麼人 美國優先?貿易保護? 最好就加上某國的關稅 國大排華法案 糟了,我這樣是不是又做了蘇玉華呢? 反共十字軍麥卡錫? 對呀,不可以被共產黨影響我們的選情 希望通過造票等無恥行為來顛覆選舉的結果 這句真是適合聽了,一定要檢查這些傢伙 不過真的說開又說了,雖然我也是愛侵力的成員 對於今次選舉出現的若干情況,也有所懷疑 不過我們這些隔了整大個太平洋 以及隔著個屏幕來看選舉的人來說 最好就真是再檢查幾次 以免跟車太貼,就把一碟炒一碟 由於這裏要有法西斯支持度才行 所以我就要先選法西斯政治加入政府 選這個同仁三軍結盟 那些人就會開始抗議的了 什麼?獨立調查?我覺得總統行使職務要道歉 在天方夜談 千萬人遊行?即使我偏離了美國人的主流意見 我也是不會辭職的了 慘了,玩美國也玩到林鄭上身 還是做一些正經的事 這些種種的徵兆都告訴我 內戰真是一觸釋法的 都是加緊按這個決議增強國力 果不其然,廢青就實先在波士頓作反 還有其他州份一起響應 不要緊,我們有外護美國力量的朋友留在幫忙 無疑是一枝強心針 默克阿斯大領政府這麼有影 那就試試他了 旅人參軍來說,我真的沒有什麼偏見 但麻煩貴國的遊戲公司 不要再亂在二戰遊戲上加一些旅兵 先回到正題 在內戰內,西線的戰線 我只放少少兵拖一拖延 主力都是放快速殲滅東岸的敵人 之後才回防西邊 這裡其實才是正常的數據 平時我真的過於忽略間諜和空軍的支援 過分著重在陸軍方面 你看到在各方配合下的陸軍數據和表現 都真的相當不錯 一路推進下去,相信敵人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蛤? 蛤? 喂,你這樣都行嗎? 噢 噢,原來就是你 原來一切都是中國在背後搞的鬼 撐你這個廢利連俄國戰軍都有 你這幫混蛋 到底私通了多少敵國 那就和我重實招來 美國人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 但泛我美利堅者雖遠必珠 立即進入大東亞共運圈 登陸中國 各種空軍陸軍的優勢火力 然後搞定中國 是啊,真是有愛國勢力 絕對沒有騙你 到這裡,美國內戰總算正式結束 中國人終於不用申請 都可以做到美國人 其實我這次真是想著這段影片 是終於不用關中國事 畢竟做得多 我都開始怕大家會有點嚴 但中國這麼粗暴地干涉美國的內政來說 我都真是沒辦法了 不過對於總統選舉結果來說 我真心覺得大家可以再平常心多一點點 畢竟在這件事上 我們真的沒什麼可以控制到 還有做開的事 其實也是要繼續做 好啦,今次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